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总 腰产忘惯 这一天他突发奇想 想体验一下自己员工的生活 于是他上了地铁 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 他好奇地打量了身边的人 我说你都不能给残疾人让个座 一个大男人 一点生日风度都没有 丑什么丑 说你呢 谢谢啊 不客气 各位领导好 我叫王蕊蕊 面试行政助理 坐吧 谢谢 你把我们每个人的鞋都擦一遍 你就可以被录用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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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人的比试成绩要比其他人好的很多 他可以被入用了 算上您 我今天一共擦了两双鞋子 每双五元钱 您应该付给我十元钱 然后我才可以来上班 谢谢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女孩居然会这样说 但是他已经录用了她 也不好再做改变 他出了公司 刚好看见了那个面试的女孩 他把今天赚的十元钱 捐给了贫困灾区 从此 他对这个女孩刮目相看 事实上 在日后的工作中 这个女孩的确没有让她失望 表现十分出色 替她完成了很多貌似无法完成的工作 不错 谢谢许总 小王 我问你件事 您说 之前 我那么难为你 就没有怪我吗 许总 我弯下腰 只为了换一个 可以昂起头的机会 你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 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